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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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当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国家 在 徐州情况如何 刚刚收到 陈归陈登父子二人书信 其二人深得吕布信任 已被请入徐州将军府了 好 告诉他们 吴璧 有离间吕布 和陈归的关系 使陈归丧失信任 逐步被变 同时 要设法及时 吕布和刘备交恶 待徐州城中大乱 咱们就可以乘乱 拿下徐州 待事成之后 我就会表奏天子 册封陈归为徐州太守 请主公放心 陈氏父子足智多谋 定不负主公众望 好 走吧 拜许 上将军 方今大事 谁能得到上将军相助 谁便能主掌天下 袁术就是因为没有得到上将军相助 这才兵败寿春 成千古遗恨哪 我儿此话不然 凭上将军之勇略 足可以驻守徐州 而得中原 之后得中原 而得天下呀 为何辅助袁术等辈呀 父亲说得对呀 上将军统领的骁勇骑兵 无人能与之争锋 上将军的胯下赤兔马 手中的方天脊 更是天下无敌 上将军应该独领风骚 自成霸业 这个当然 不过仍逊你们贤父子 好生辅佐我才行啊 无依犬儿 备受上将军的宠爱 更应赤诚报答呀 家父于我 也只有辅佐上将军 成就功名霸业 方能不屈此生啊 好 好 来来来 跟我共敬一杯 好 公牌先生来了 快请入席 你们父子二人退下 我跟奉献有话要说 不必走远 就在庭外候着 来 奉献哪 我听说你把他们父子二人 请到内府来居住了 是啊 还拜了他们为左右参军 没错 奉献哪 他们父子二人 那可是卑躬屈膝的小人哪 当初在陶谦帐下 他们就暗通袁绍 去偷鸡取利 备主求荣 后来被陶谦察觉之后 差点被杀 只是因为陶谦一时心软 才免他们一死 把持不用 今天怎么 怎么跑到你的面前来了 还跟他们搞得如此的情投意合 公台 陈规陈灯对我忠心耿耿 你何必妒忌他们呢 什么 我妒忌他们这对小人 奉献哪 杀唱征战是你所唱 可是查人官室是你所短哪 今天他们对你如此的奉承 是必有所图 你万万不要被他们的甜言蜜语 所迷惑了呀 陈公 你无端进产 想陷害好人吗 好人 他们是一队奸贼 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日中 日间 我自有名场 用不着你说三道四 你别忘了 在徐州城内 我做主 看来 上将军有了陈氏父子 用不着我陈公了 先生如果觉得委屈 就请自便吧 好 我走 不过你记住 徐州城大祸不远了 是你待 顺便 替我请两位餐厅进来喝酒 为人臣者 岂可对主公而提灭命啊 非但尔提灭命 还想将主公置于掌中 这可是不识时务啊 我倒要看看你们父子二人 这酒里边到底放的什么毒药 先生不是说过吗 拭目以待 公台先生走好 我 忠言逆儿 潇潇得知 如此下去 非但徐州不保 连我也会大祸领头的 不如离开律部 另寻贤主吧 可是 茫茫天下 名主何在 何处是我离身之地呀 吕布虽然愚蠢 却待我不搏 此人心性直爽 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啊 来人哪 吕布虽然愚蠢 背马 我要出城社令 诺 吕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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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刑警可疑 快快拿下 诺 追 别人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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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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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刘备匹夫竟然暗通曹操 图抹我徐州 尚将军 刘备一直记恨你 夺了他的徐州 却又无法同上将军相争 怎么办呢 他只好暗通曹操 以便借曹军之力 夺回徐州 在下早就看出来了 刘备大奸似忠 大伪似真 表面上道貌黯然 实际上却暗藏祸心 是个百年罕见的伪君子 说得好啊 太好了 尤其是大奸似忠 大为似真的妙语 堪称精辟啊 不过中奸真伪者 难道仅仅是刘备医人 在我们徐州城里 就没有其他的奸贼了吗 还有奸贼 是谁 是谁 禀尚将军 公台先生 是在说我 没错 我说的就是你们父子二人 如果我陈宫没有看错的话 你父子二人就真正是 道貌黯然满腹祸心 先生何出此言 何出此言 在你父子二人没有进入将军府之前 徐州城里太平无事 在你父子进入将军府之后 徐州城里是非不断 先是曹操赐封将军为徐州墓 再是徐州城里出现了大量 行迹可疑的演奏伤犯 今天又有了这封密信 说 你父子二人是曹操的奸细 还是刘备的奸细 或者同是曹操刘备的奸细吧 请将军转下我的头颅 已是陈宫之矣 陈宫 你说陈登是奸贼 你可有屏障 虽无屏障 但是我相信我陈宫的眼睛 上将军都听见了吧 徐家之罪何患无辞啊 陈宫 我多次劝你不要记贺人家 可你呢 总是疑心生烂鬼 蛊惑人心 我告诉你 陈登自入府一来 屡屡说你的好话 称赞你学府武车 智谋过人 还在你为当今第一谋士 而你呢 是吗 他们当然会在你面前称赞我 要不哪儿来得大奸似重 大伪似真的 陈宫 快向陈登赔罪你 消除误会 近视前嫌 绝对不 听着 我令你向他赔罪 将军 将军 陈登刚才已经把佩奸 乘于你 你何不拿的佩奸 就把我给杀了 向奸贼赔罪 休想 你 尚将军 在下岂敢让公台先生 给我赔罪 还是我向公台先生赔罪呢 公台先生尽管放心 在下与家父虽然结成辅佐 尚将军 但我们永远也不敢 取代先生的军师大卫 在下与家父 定会奉先生为师 共同为尚将军效命 先生听见了吧 人家是何等胸怀 何等气度 好 将军 始终始见 走着瞧吧 刘备暗通曹操 图谋徐州 本将军定 出兵剿灭刘备 以灭后患 出兵剿灭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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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将不得有误 遵命 各位即刻整军 等天黑之后 到南关集结 待命出发 诺 封县 封县长 还是让我来留守徐州 不成 你神知兵法 临敌之时 还需要你出谋划策呢 可是你把一家老小 整座城池 都交到那对父子手里 一旦有诗 如何时候 先生 你还是信不过他们 是不信任 先生 你姓陈 他们也姓陈 为何诸臣之间 总是水火不容 我从没听过他们攻击你 却老是听你在背后重伤他们 封县哪 我现在暂且不论 陈家父子的终和监 我只说徐州 徐州是我们的根据 命脉之所在 绝不如实 所以无论如何 要交到我们值得信任的将军手里 来住房 依我看 不如在张辽和高顺之间 选一人留守 不 刘贵兵虽少 但他有关于张飞赵云这几元猛将 而我又不能一一抵三 所以张辽高顺 必须随我临敌 但是无论如何 也要把那对父子分开 一人留守 另一人随军 也好 那我让其父陈归守城 我让其子陈灯随军 先生 你不是最讨厌陈灯吗 那我带着他出发 好吧 什么 stigma 奶奶 kich 什么 陈公虽然已经生疑 但吕布信任我们 无妨 出城之后 城外的事仅由我办理 城内的事就托付父亲了 六手的两位将左和六位少尉 都已经被我收买了 他们都愿意归顺朝廷啊 好啊 吕布兵败之后 肯定发疯般地奔回徐州 父亲万万不可让他进城啊 放心吧 负责守桥的卫士啊 也都是我亲自选定的 父亲真重 我儿真重啊 出发 关城门 关城门 宇布 我万没有想到 竟然是他想念我 哥哥你放心 这儿有我的 不 哥哥你只管手掌 带上三天铁锡 去逗逗寨寺 别动 敌军施打不可接战 弥方何在 主公 估计不到一炷香的功夫 整个城池就会被吕不韦的水泄不透 我现在写书信已经来不及了 我召你火速出城 前去向曹操求援 令路过关羽大营时 告诉他坚守待命 在曹军到来之前 万不可发兵原配偿 切记 诺 在 关闭各处城关 令将士们上城据敌 太娘了 这个贼人不只会偷袭 大耳贼何在 刘备在此 敢问凤先将军为何隐军前来 你勾结曹操 图抹我徐州 将军定然是误会了 在下只会与将军同心协力 共保徐州 绝不会勾结曹操 谋取徐州 因为徐州一失 太城也不保 在下岂能做这等蠢事 看见了吗 这是曹操给你的密信 被陈宫缴获 罪证确凿 大耳贼 我待你不保 为何怕我 你外表忠厚 内心却奸诈无比 快开城门 我可饶你不死 否则的话 攻陷城池 老受不留 不是曹操的剑技 就是成功的剑技 曹将军 将军何在 不由要事名告 我就是曹操 你是何人哪 在下陈规侍从 主公令我给曹将军禀报 吕布已经中计 率大军攻取佩城去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马上回去告诉陈规 让他仔细把守城池 万不可放吕布回城 我三天之内必到 另外 你告诉他们父子 攻城 朝廷必有重赏 还有你 在下遵命 草人 在 他的马不行了 给他换匹马 好 另外 传命前军加速前进 诺 这位兄弟 跟我来 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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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曹操 你又是何人哪 吕布帅大军攻打佩城 我家主公万极 令我向朝公求援呢 知道了 知道了 你没看到 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往徐州去吗 曹公 你怎么会预先知道 你不会攻打佩城 是啊 是啊 我怎么会预先知道 因为我能掐会算 料敌于先 你吧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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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狗 至少 坚守不出 而沛城已经被家高 无耻有余 一时难以攻陷 你看 我们如何是好 刘备这是在等救兵啊 救兵 谁会来救他 难道你忘了 刘备暗通曹操的事了 曹操 如果曹操率大军起来 那就麻烦了 要不我们暂且办事 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主张对刘备用兵 只是你坚持要攻去配偿 现在咱们既然已经来了 就等于和刘备撕破脸皮 繁目成仇 岂能够在他城下 辱骂一番就退军 另外 我也算了一下 曹操即使现在从眼周出发 至少也得五天时间 才能赶到这里 也就是说 咱们还有四天时间 如果在四天之内 咱们要能攻陷配偿 即使曹操率大军赶到 也只能忘关心探了 好 先生 那我们要如何攻去配偿啊 配偿一手难攻 只能右刘备出城会寨 好 那我们要如何右刘备出城呢 我的上将军 为什么事事都要问我呢 你可以去问问 你的左右参军吗 万金时刻还得扬仗先生 我这样 先生教我 请先生教我 请先生教我 风仙団 你看这样如何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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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有什么情况 没有 你们要小心宝物 到 玄德贤弟如武 我已率三万精兵来源 无日可到 三弟啊 是 曹操大军已到 好 他约我里应外合夹几旅部 好啊 这家伙来得真快啊 我又可以大开杀戒了 这几天可把我变坏了 十二日到 明日不就是十二日吗 曹操用兵如此神速 难道 他在吕布供我之前 就已经发病了吗 大哥 再有两个时辰 这天可就亮了 你赶快调兵潜将吗 好 传中将 大唐听令 得 大侠贼 大侠贼 快出来受死 不要做缩头乌龟了 快出城 出城受死 快快出城 收死吧 缩头乌龟 缩头乌龟 快出城受死 缩头乌龟 缩头乌龟 快收死 大哥 你快看 曹军到了 吕布的大军 已经开始乱了 三弟切记 不可恋战 将部军引至配合湾即可 知道了 三军听令 开城基地 遵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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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此剧剑领悟吗 曹冲他人哪 二哥 大哥三弟 约长 为何到此 昨晚曹冲涉雷密信 约我在此聚监吕布 坏了 我们中了奸计了 定是成功誘我们出城 云长 快撤 大耳贼 大耳贼 你跑不了了 快下马受死 呸 贼吕布 你三爷爷来了 你三爷 Tonight 拋 他 时间够了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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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早 早 早 云昌义德 快走 关将军 张将军哪儿 他们 他们现在冲围里了 主公 小的亲眼看见 张将军被吕布 刺到马下 生死不明 杀回去 主公 主公 主公不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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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回去 我兄弟如果死了 我绝不都伤 主公 使不得呀 万万使不得啊 使不得啊 主公 让开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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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不得呀 杀回去 主公 使不得呀 主公 主公 你快看 救兵来了 救兵来了 救兵 救兵 曹子 你总算是来了 人的 主公 警察 你 得 你 这 人的 子 怎么 filled 你 这么準的 人的 意识 自然 赶紧 什么 你故意让他结活的 当然 否则 吕布怎么会向你用兵 徐州又怎么可能会空虚 可惜 为此 我一个忠仆的性命 你都丢了 曹操 你知道你有多狠了 你使得这道奸计 不但使我丢了城池 还害得我两个兄弟 陷入重备生死破烟 我知道 知道 贤弟不必悲伤 城池 我可以替你去取 关张若有不幸 你不是还有我曹操吗 咱们连手 何事不成 上吧 且看我如何收拾衣服 你不是说 至少五天才能到吗 今天才第三天 曹操真是巨奸哪 他一定是提前动兵了 曹军在哪儿 我没看到 你当然看不到了 我料想他一定是奔徐州去了 徐州 对 他要娶我徐州 快回军 快 快 陈归 快开城门 放下吊桥 吕布 徐州城原本就不属于你 是你抢占刘备的 今天我要把他献给朝廷 你这奸贼 卖主求荣 这对贼父子 卖主求荣又不是第一回了 匹夫 曹操大军将日 你赶快逃命吧 否则将成瓮中之辩 陈灯在哪儿 把他抓起来 我要用他的头颅 逼陈归开城 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 陈灯早就不知去向 逃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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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徐州各郡都已经落入曹操手中 这时下批应该还没有陷落 那里可以坚守一时 退守下批 走 去下批 走 走 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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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尸 lud 打把他抓走 打住 何所言不虚罢 你现在兄弟有了 城池也有了 我有兄弟足矣 至于城池嘛 当然要归属曹公了 这话说的脱车 大哥 走 走 走 在下陈灯 供应曹公进城 快快请起 你们二人为朝廷立了大功 我会表揍天子 为你们败官尽厥 谢曹公 主公 吕布已经带兵 投办下批去了 曹人 在 立刻靠军 传命各部歇息三日 准备 不 只准歇息一日 明日 即攻打虾屁 主公 将士们已经奔袭了六百多里 即使人扛得住 这马也扛不住啊 只些一天 恐怕 为了 本来 对 继续 大 只要是 的 是 发生的 发生的 你 我 的 哎呀 奉献哪 我们刚刚大败死里逃生 这才来到虾屏 你看你 转眼间 你又快活地像神仙似的 心上我累了 小歇一歇 知道吗 现在外面是军心窑洞 生兵满营啊 你作为义军统帅 你应该到将士们中间去啊 我去过了 我刚刚视察过城房了 情况怎么样 虾屁城房坚实无比 城中粮食充足 足够使用百日 城外又到似水之险 只留湍急 曹操大军如果来 我军聚城而守 无忧 先生只管放心 报 上将军 曹操率军叩关 听到了吧 曹操大军又到了 你在这里对酒耽搁 人家可是没有片刻的信息啊 碧城减少 不可迎战 诺 报 上将军 曹操 曹操匹马来到地要挑前 呼唤将军出城相见 他想见我 军先生 曹操德诡计多端 你可千万不要理睬他 渐渐又有何法 说不定 说不定他是来跟我求和的呢 哎呀 你 你怎么如此的天真呢 啊 先生请上城 带我披脚后就来 快去握方天画戟 诺 将军 公太先生对你忠心耿耿 你真应该听听他的劝呀 陈公虽然忠诚 但他太过傲慢 那你呢 你就不傲慢了吗 奴婢倒觉得 这全天下最傲慢的 就当说将军你了 将军 你想 那承规父子 倒是最为悲遣 可是悲遣之下 暗藏艰险呀 艾姐说的是 我愧疚成功了 我愧疚成功了 论英勇 将军是天下无双 可是论计谋 跟公太先生比起来 将军 倒像是个孩子 好了 快去和公太先生 商量一下 该怎么办吧 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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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劫茫茫茫茫 你是多少好不强 胜负又来不久长 岂入那江山 半流向远方 樊负又来不久长 岂入邪伏 至今我 岂入岂入五慧 岂入五光 雨领行 我 先朝一回 trees 我欲堆卸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